马骑马在列车上遭遇暗杀 躲闪不及被一枪爆头 这位统领驱魔小队的传奇人物 难道真的会葬身于此吗 而且被盯上的不止马骑马 还有猎魔小队的其他成员 小红和荒景正在街上巡逻 却不知他们身旁的老人就是杀手 就在两人转身之际 老人已经举起枪口悄悄瞄准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电刺等人正在吃饭 这时灵桌的男人突然说话 这么难吃的拉面 你们居然还能吃得下去 男人告诉电刺 男人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照片 照片上的老头 赫然就是电刺已经死去多日的债主 男人告诉电刺 枪之恶魔想要你的心脏 你就乖乖地死在这里吧 下一秒男人举枪瞄准 对着电刺扣动扳机 紧接着又是两声枪响 打中了当要起身的早川和鸡眼 在男人举枪射击的同时 帕娃脚步一点瞬间近身 反手一系上勾拳将对方砸翻在地 眼见男人再次把手伸向口袋 早川立刻单手结印召唤妖 下一秒巨大的妖狐头颅凭空出现 竟是将整座餐厅都一并吞噬 虽然成功解决敌人 可眼下的情况也并不乐观 电刺脑袋中了一枪 倒在地上生死位置 机也心口位置被子弹穿透 显然也是受伤不清 就在这时 远处的妖狐突然开口 说自己刚吞噬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既不是人类也不是恶魔 妖狐话未说完 脑袋就被一把武士刀瞬间穿透 下一秒 一个长着武士刀的怪物踏出烟尘 电刺立刻拔刀准备迎战 同时让帕瓦去帮击也止血 话说早川使用的武器也很奇怪 虽然看外表是刀 但拔出来后却更像一根钢钉 一人一怪挥动武器短冰相接 眼见怪物来势汹汹 早川仰面躺倒避开刀锋 然后用钢钉前端触碰怪物 也不见他如何用力 那钢钉便将怪物的身体一击洞穿 在怪物被击中的同时 还有一个虚无的影子在黑暗中悄悄倒出 怪物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虽不知道早川究竟会使用何种手挥 但他必须要速战速决 一人一怪再次交手 可知怪物显然不是早川的对手 在接连被早川刺中三次后 恶魔的倒数也终于结束 在声音归零的瞬间 一只大手捏住了怪物的身体 猙獰的远古恶魔从黑暗中悄然现身 扭曲 啃食 反复折磨 不消片刻就将面前的怪物彻底击败 早川连忙询问姬也是否安好 帕瓦告诉早川 虽然暂时止血 但最好还是立刻送他前往医院 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突然踏入战场 在看过怪物身上的伤口后 他就确定了早川的特殊能力 只要被那根钉子伤到三次 你就能召唤恶魔诅咒敌 女人说着伸手一扯 刚还奄奄一息的怪物突然满起腹 刚才交手是我太过大意 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刚刚开始